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石板先生和李明哲老师都有为这本书写了推荐序 石板先生你是林牧英斯先生的朋友 实际上对他也非常的了解 在我看这个书对他的了解 他是蛮典型的在日本的亲中派 或者我们叫做拥抱熊猫派 就你对他个人的了解 他是怎么样一个人 中国为什么要拘禁他 我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 大概现在二十五六年前 八年九九年的时候 九十年代末 当时我是在日本的松下正经书的地方读书 然后松下正经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 有一个互相的互派学者的这么一个机制 那我那个时候我就被派到北京的社科院 去做一个访问学者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二十五六岁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在社科院办的一个什么日中青年论坛的会议上 然后包括林牧英斯 还有几个就是常年住在中国的学者 他当时应该是在外交学院或者是北外教日语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在中国的大学教书 而且我记得他还到外交学院好像还在国关学院教过书 他在里面也写 对 你想国关学院是交间谍的 是 间谍培养学校嘛 那外交学院是培养外交官的嘛 是 当然不管外交官间谍都需要外语嘛 是 需要由外国人教的比较有利的外语 但是这个外国人一定是中国政府绝对信任的 对不对 那些等于说将来那些间谍是谁他都认识嘛 是 所以说他是这样的 然后呢 在会议上 像我们就是松下政经书 当然我的一贯立场是比较保守的 对中国的这个共产党一党独裁是一个批评的态度嘛 然后他就是完全是站在这个中国的立场上 跟我 我发言之后 他会第一个提问向我挑战 然后就等于不用中方的人出面 他就先跟我日本人之间先交锋 然后就是否定我的说法等等 就是他是这样我们在我们看来就是中国有一批是非常亲中国的日本人 比如说像像那个李克强的每年的李克强过去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 他那个事先都是要翻译成日文的嘛 那些都是日本人翻译的 但是那日本人你想那是中国国家机密 那么在政府工作没有念之前的话你先原稿你全知道了嘛 那你绝对是是中国最信任的嘛 这个林务英斯是在我们来看来是那一群人一门之一啊 是 就对我们来说你就是中国官方的人 只是拿日本护照而已 但是说他就被抓了 这个确实是吓我一跳 因为我们一直被中方认为是这个境外敌对势力嘛 他们是自己人嘛 那所以为什么中国没有抓你 反而抓了他 就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多 就是在日本抓了很多的亲中派嘛 就亲中派为什么 因为他一辈子亲中嘛 一辈子亲中的话 就是说中国抓他的话他也不好说什么 像我们这个天天在大喊大叫的家伙 还没打到就喊腾腾腾的大声的叫 所以是中国比较不容易对付我们 我想我想台湾也是一样嘛 台湾的现在我认为 我记得在中国现在抓的台湾人大概五有十个嘛 但是说比较亲本土的 就是李明哲先生李孟居嘛 就变成很大的新闻了嘛 但是那些就是所谓蓝盈或者红色的 被间谍抓起来默默无闻的 从来不敢声张 回来也没人 我们都不知道有谁嘛 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说越亲中派其实越容易被抓了 所以这个他在2016年7月份 就被北京国家安全局以间谍罪拘留 然后中间又监视居住7个月之后 在逮捕审判判刑监监禁 总共6年3个月 所以实际上他才放出来没多久 2022年10月11号 刑满释放返回日本 那就你的了解 读了这本书 我发觉里面这个中国检察院和法院的 起诉书里面的提的两个理由 或者起诉他的理由 或者审判他的理由 都非常荒谬 对 就你看他里面有两个理由 一个说他是跟日本法务省公安调查厅有交往 对 有交往就是间谍吗 第一他说他根本不认为 日本法务省公安调查厅是一个间谍机构 对 第二他跟这些交往日本政府的官员交往 他自己本身就在日本是一个满活跃的 参加这个国会的运作的 一个是属于幕僚型的一个人 对 所以他跟日本政府的官员交往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全世界如果战略法治 没听说官员因为交往 就被定罪的 你必须要作为间谍 你要是某年某月某日拿哪一份的机密情报 交给某某人拿了多少钱 或者拿到什么好处 这个所有的证据案完结之后 才可以给你定罪吗 从来都是 所以说这个交往的话 其实我们都有交往 大家都是 就是同时研究中国的 偶尔吃个饭啊 什么喝个酒 这经常有事互相 那个什么 但是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所以中国这是愈加之罪 那么还有一个是说 跟这个更离谱是跟汤本渊 这个汤本渊是过去驻日本的 中国的外交官的 你有听说过 我也认识的 你也认识 对对对 但是他是团派 他是非常典型的 是共青团中央派到外交部的 然后等于说 然后他就是吃饭的时候 他问汤本渊一句 就是说这个 北韩的这个张成泽 听说是被处刑了嘛 是真的假的 那个时候听说是被媒体 国际媒体也报下来了 这个日本媒体都有报道了 有报道了 都有报道了 他看到了嘛 看到以后他觉得中国跟北韩关系挺近的 是不是你听说了没有 这就聊天嘛 对 然后汤本渊说不知道 对 这也很合理的回答嘛 他就说他不知道 然后这个叫刺探国家机密 为谁罪嘛 国家机密为谁罪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汤本渊后来也被抓了嘛 对 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团派和这个怎么说呢 在外交部里边这个团派和习派习近平系人马在争斗啊 然后其实汤本渊也是小人物 要把汤本渊抓住以后 抓汤本渊后边的 还在共青村中央的一些比较大的头目 然后要打击胡锦涛派的一个过程之中 就是把林沐变成间谍 然后汤本渊就变成间谍了嘛 汤本渊也变成间谍了 再变成泄密罪嘛 泄密罪 对像泄密罪 然后汤本渊后边那个人才可以动手 应该是林沐英斯因为涉系太深了嘛 卷入过共产党内的权力斗争啊 当然这真相永远不知道 包括这个林沐英斯从出来以后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为什么被抓 那我的理解 我的分析根据当时的各种情况是 那个时候团派跟西派人马 斗得最激烈的时候 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个关系 他被卷进去了 实际上要通过他把后边那个人打掉 所以你认为林沐英斯就是 无缘无故的当了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对对对 这是因为他跟中国国内的一些官员 关系太密切了 对跟汤本渊一些关系太密切 中国要把某个高官打倒的话 他需要收集证据嘛 收集证据的话就把林沐英斯先变成日本的 这个法务省公安调查厅的间谍 然后他刺探情报 汤本渊谢过情报 然后汤本渊的上司 就是这么一条 这么一个就要变成这么一个事件 所以是为了诬陷汤本渊 然后就把林沐英斯给诬陷了 对对对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当然这个可能永远到底为什么不知道 对 因为成功证据之后还有一个 就是日航的一个日本人被抓 他也是因为这样的 那个时候是曹飞店 就是河北上有一个开发 那个是温家宝的项目 那个为个打击温系人马 所以说就把这个怎么说呢 就把这个日本人稍微跟这个曹飞店 招商引资的有关于的日本人 也打成间谍抓起来了 对 也是一个亲中人士 所以亲中人士真的是很危险 稍微一不小心就被抓起来了 我实际上前几年也碰到过一个台商 他也是 他跟我吃饭的时候很得意 说他跟中国的官员关系多么多么多么好 结果吃饭吃到一半 他突然接到个电话 说他认识的某个省的省长 刚刚被抓起来 他吓得要死 因为他刚在吹 他跟某个省长关系特别好的时候 不到半小时突然接到电话 说那个省长被抓起来了 他再也不敢去中国了 这个真的是跟中国官员关系好 是一件噩梦 对 李老师 你这个看了这本书 你也写了推荐序 这里面林沐英斯特别提到 他被北京国家安全局监视居住七个月 那七个月期间 他只有一次15分钟晒太阳的机会 在窗边晒太阳的机会 你个人也被监视居住过 其中大概就三个月 你比较短 但是三个月里面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你的体会跟他一样吗 他这里面也24小时不能关灯 旁边有人监视着 然后上厕所去做什么 都被人监视 然后不能晒太阳 不能运动 不能晒太阳是一个最痛苦的事情 这个一般人可能很难以理解 就是我们每天都觉得很自然的东西 其实不止他这样讲 你最近注意到澳洲籍的记者陈磊 他现在被放出来了 他之前澳洲的外交人员去中国的监狱 看他的时候问他说他最需要什么 他其实讲的话是一样 他需要阳光 当然中国指定地点先日租居是一个 已经被联合国认定是一个酷刑 因为他把人单独囚禁起来 当在这个囚禁的过程当中 你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你交谈 所以最恐怖的还不只是 你见不到太阳 是你的精神状况 因为你没有人可以讲话 你可能到了两个礼拜 两三个礼拜以后 你的精神就会出现一些 不太正常的状况 睡觉睡不着 他就像 24小时开着灯照着你 其实不是24小时不止 就是说你其实就是 你的脑袋会 因为没有人跟你讲话 你很多思绪就堆在脑子里面 你的精神状况会受到严重的打击 打击到最后你会产生一种 就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你会疯狂地爱上审讯你的警察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因为大家都 我相信被抓的人 大概都比较喜欢讲话 只有他可以跟你讲话 只有警察可以跟你讲话 所以最后你会疯狂地希望 他们每天都来审讯你 其实用这种方法 他当然可以 不用肉刑 他就可以得到任何他想要的证供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 当然大家都会 所有被关过的人都会讲说 很想晒太阳 就是因为你一直几个月看不到阳光 你会很想看到 很想晒晒太阳 那他们就是不可能让你做这个事情 他就是让你最基本的这种 这种渴望都会被磨灭 他因此他得到他任何想要的证供 当然现在这个制度被广泛地用来对付 外国人跟政治犯 这已经被联合国定义为酷刑 很多的外国的NGO也专门在报导过 这个指定地点限制住居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所需要了解 特别台湾人 如果台湾人被抓的话 大概也一定会经历这个阶段 目前知道的都是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林沐先生 还有一点比你们幸运的是 他起码还有日本领事 在他被拘留没有多少时间 根据中国跟日本的协议 可以定期的去访问他 他起码每次还有20分钟 可以跟日本领事谈一下话 讲一下日文 你就不行吧 你没有不可能有台湾官员来拜访你 但是其实很荒谬 就是台湾跟中国在马恩九时代 也签署过这个两岸的罪犯协定 在这个协定里面 中国有承诺 就是说如果台湾人被中国抓了 他承诺会第一时间通知台湾的家人 也让台湾的家人去探视 事实上他并没有这样做 或者是与我来讲 那时候完全看不到家人 更有一些案例 我们发现他拿这个探视权 来威胁家人 就希望家人不要再对外宣众 探视权本来是犯罪嫌疑人 基本的权利 这个权利被中国拿来 他不是完全不遵守 就是他拿这个权利来威胁当事人 屈从于中国的压力 我觉得这个是他的很恶劣的一个事情 是 我稍微补充一句 就是林木英寺 日本的这个领事探视的问题 这个其实林木英寺之前是没有的 我们因为林木英寺被抓 林木英寺刚刚被抓的时候 一开始有两个月 我们都知道 大家都不敢写 就是因为他在北京的日本记者圈里 也有朋友很多 大家也认识他 他知道这种事情见光死吗 你可能偷偷的就是说 大家都不写 也许过一个月 中国就把他放回去吗 然后来是好像 好像有一个电视台先报了 报完以后 我们没办法 我们就开始写嘛 一旦开始写的话 那个时候 因为我跟他个人关系还算不错的嘛 而且那个时候 我在产经新闻连续写了好几篇 关于林木英寺的报道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那个 当时是安倍首相嘛 我记得我写一篇评论 直接跟安倍首相说 就是这个是日本政府的责任 你必须要救人出来 否则的话 你跟中国谈的任何事情的话 日本国民都不会支持你 当时我还在很多杂志上写 当然不管我 有很多朋友在写 最后给安倍政权变成很大的压力 安倍政权通过压力 给中国跟中国外交部交涉 最后才同意 让日本的领事区建立 这个其实建议 什么也就是不许谈事件的事情 只能问吃得饱吗 对不对 现在想要什么 好像是 但是我好像是 能给他买一些 那个漫画杂志和书 可以可以干 这个是你们没有的待遇吧 没有没有没有 对这个好像是已经 我们说只有给我们一本 习近平的这个治国理真 对对 可以让他们看一下 这个也是 就是大家争取的 安宇说应该这个 其实过去也是没有的 对 可是这个 从这个 他是书里面写的 他实际上对日本领事馆的官员 很不满意 对对对 他觉得这个领事馆的官员态度很被动 也不愿意帮他去申诉 去要争取更多的这个待遇 也不愿意帮他传达信息 因为他想要领事馆的官员 传达他的情况信息给很多在日本的国会议员 还有包括他的亲属 可是他事后出来发觉 这些消息都没有传达到 没有传达到国会议员 也没有传达到媒体 他就很不满意 你当时有得到日本 大使馆的官员给你们通知吗 说这个李牧英斯在监狱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他们是坚决不说的 所以这些官员也是很可恶的 这些官员他们基本上是 怎么说呢 他们怕得罪中国 都是也是怕得罪中国 而且中国对他们看得很严 而且很多东西他们都拿不出去 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日本的那个例子 就是说 是更早的一个被中国抓的一个日本人 然后呢 他自己写了一封信 当时当那时候还是田中真继子外相的 他听说要访问中国 那时候已经到监狱了 他呢写了一封田中真继子的信 就是说申诉说 我是冤案 你要赶紧救我 然后交给来看他的那个日本的外交官 交完以后呢 那外交官拿走了嘛 然后呢 结果等他出狱的时候 入狱的时候 没收的东西都还给他嘛 贵手属于他的东西 什么鞋袜手表什么的 然后那个所有还给他 东西给他有那封信 那封信根本没寄出去 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离谱的 这个日本这个外交官也是很糟糕 特别是跟中国搞外交的 很不负责人 这个李明哲 你的推荐是 标题是从林牧先生的遭遇 认识到中国政府的本质 中国政府的本质是什么 林牧先生真的有认识到中国政府的本质吗 从就是林牧的描写他的获罪的原因 刚刚石半老师已经讲了 就是说你大概可以理解 就是说中国的法治 完全是一场误会 就他因为他完全不愿意遵守 他自己的法律 他当然对内打压人权 他对外当然他会破坏所有的世界规矩 所以林牧会因为这样入狱 但是很简单 很清楚就是说林牧并没有从 我认为林牧并没有从他的坐牢 去认识到中国的本质 他当然批评了中国的人权 但是他在最后的时候 他其实也 还是提到了他对中国的期望 包括他 他真的很爱中国 对 他一直希望认为 他一直还 他观察出他还认为 透过日中的民间交流 可以改变中国政府的本质 事实上我认为那个是 是根本不可能的 幻想 对 而且是说他没有理解到说 中国的过去的领导 他能够在中国进行日中交流 很顺利的时候 是因为整个胡锦涛 在中国的权力并不稳固 当一个权力并不是很稳固 绝对的权力的时候 他当然必须要引入 各方的势地来做平衡 当毛泽东跟习近平都是一个权力 一大权在握的 他大权在握 他当然会紧缩所有的空间 所以李牧在这个时候 势必被牺牲 但是你会看到 李牧在书里面 包括他认为 日本应该在不触怒 中国的情况下 发展跟台湾的关系 他也对美国的国务卿 裴洛西来台湾 有很大的批判 所以我可以认为说 就是李牧虽然在中国坐牢 但他并没有从他的坐牢 认识到中国的 这个独裁政权的本质 你没有办法通过交流 去改变中国这样的做法 那他也对书中文 他也对日本的 依靠美日安保 他有很大的质疑 对日本调整军费 有很大的质疑 他其实完全忽略 他知道日本中国打压人权 但是他没有思考到 中国打压人权 跟侵犯世界秩序的逻辑思维 其实是一致的 那对这种思维 你只有嚇阻它 你没有办法通过 民间的交流去改变 这个过去世界 已经尝试了二三十年 都没有办法做到 未来不可 习近平跟大选在位 你不可能 透过交流改变中国的本质 你只有围堵对抗 抵抗他才能 遏制中国的本质 这个是我觉得 觉得蛮可惜的事情 他是一个左派吧 在日本 他是 然后庆宗派 对 他是 在日本 一个工厂的工会 的领袖出身 后来投身到 社民运动 社会运动 然后是参加到这个日本 当时是日本社会党 是一个非常左派的政党 他当过一段这个图景 多赫子 当时自日本社会党党首 很有名的政治人物的助理 当过他的秘书 然后呢 他其实就一直从事 日中交流 中日交流 所以说他的一辈子 他到被抓起来的为止 他一直是在推动中日交流 一直对日本的自民党政治 是否定的 日美安保是万恶之源 日本不应该发展军备 应该和平 然后日本应该发展和中国的关系 日本应该和中国交流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不好 是因为双方不够理解 他是一直这样下去的 那很明显 他被关了这么多 吃到了社会主义铁拳之后呢 稍微有一点觉醒 但是只觉醒了一小半 但是基本上逻辑 还是这样的 所以说他刚出来的时候 上日本电视 他就说为了不要创造我 我这样的悲剧 要加深交流 加深理解 要继续继续交流 大家说正因为交流 你悲剧才发生的吗 不交流就没你这样的悲剧 他不知道在中国交流 所谓中国的民间交流 这些中国的民间组织 都是官方机构 都是官方指定的人 你交流的对象 什么他里面讲的 什么中国的什么青年 什么共青团 中国的这种 所谓的什么日中友好协会 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 所谓民间组织 全部都是共产党的统战组织 而且他连参加一个什么 日中交流的植树活动 都有国安局的人员派去 跟他一起植树 然后他不知道这个人是国安局的官员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其实跟台湾一样 台湾有很多人说 要跟对岸多交流多理解 只要交流理解 就互相就和平了 这是那龚崎俊的世界 他们完全 现实但完全不是这样 比如说上次总统大选的时候 有的候选人提出来说 让中国的留学生大量来 让中国的年轻人理解台湾 都了解一下就不达 但是他们一想来的都是职业学生 来的都会训练的 他们是来捣乱的 那这样的话 来的越多 你越危险 所以说这种交流 前提是不成立 前提是对方也是一个民主国家 才能够交流 才能够互相理解的 对方如果是一个威权国家的话 这种交流的话 只是把自己的短处 危险 只是门户大概而已 是 马英九政府 马总统 不是他当总统之前 他去年不是邀请了很多中国留学生 北大清华的留学生 北大清华的学生来台湾访问 是北大党委书记带队的 所以这些学生全部都是 学生会共青团的干部 可能都是共产党员 这种交流团有什么意义呢 他完全不理解在中国的 一党专政的控制 而且党对于所有社会团体 他都有控制 所有的社会团体都要有党委 你像我们曾经以前认识一个社会福利团体 他要到河南的爱之村设立照顾机构 本来当地政府一直不让他设 最后协调的结果是 他这个社会福利机构要成立党委才让他设 所以中国跟任何的交流 不存在民间交流 不存在独立的民间交流 这是不可能 也不存在独立的商业行为 我觉得这个是大概台湾或者世界 都要有这个认知的 不过马英九总统他当年年轻时候也活在过国民党的威权时代 看国民党可能还不如共产党 没有做得这么彻底 是 李老师 你太太和国际社会 在你在被中国政府关押的时候 曾经 特别是你太太组织了非常高调的救援 那这个过程中使得中国政府第一 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就是说你只有三个月的监视居住 就直接把你送交这个起诉了 公开审判 然后你太太也都能够去旁听 然后虽然说这个请的律师没有帮上任何忙 但是也起码能够去旁听了 然后而且你也没有被栽赃成为间谍 但是你看这本书里面 这个从日本政府到媒体到林沐先生的家属都很低调 他们这个政府媒体家属这么低调 对他林沐先生被定罪和刑期 你觉得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不敢评论说对他的刑期有什么影响 但是我看完这本书的感觉是说 如果林沐音师可以是间谍 他只是因为跟日本间谍 日本政界有些往来 跟这个法务省 调查听有一些认识的朋友 他就可以被当作间谍的话 那本人比他够格当间谍大概十几倍 我曾经在民进党中党部工作过十几年 如果你要讲间谍的话 我大概比他更有资格被定义为间谍 但是为什么我没有被定义为间谍 也是因为你整个审判过程是半公开的状况 包括我以前做很多中国政治犯家属的捐助工作 那个东西因为他的公开审判 他没有办法把它拿来做一个罪证 因为那个太荒谬了 人跟人之间的汇款 中国政府还不敢把它当作犯罪 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因为林沐的审判并不是公开 外界并没有声援 并没有要求中国公开透明 所以他只是一个问人家一个张成哲 是不是已经被处决了 就被当作间谍 中国的审讯他的人员跟他说 只要新华社没有公布的事情 就算国家机密 就这么荒谬的事情 如果他透过整个的压力 让这个审判可以有部分的公开 我相信中国政府不敢用这么荒谬的理由 来起诉他 应该也不至于用间谍罪来起诉他 可能会找其他的理由 我想那当然他的罪行 就有可能得到比较轻的判决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 以我自己来讲的话 如果我一种间谍的民意派 或者我过去做一些 捐助中国政治犯的事情 被当作罪行的话 那当然我的心情会更重 所以我觉得整个外界 你逼中国政府透明 中国虽然是一个独裁国家 但是它是一个很要面子的国家 爱面子的国家 你逼他公开透明 他其实有一些事情荒谬到极点的 他不太敢拿出来让大家知道 他自己也知道是荒谬的 所以他才用秘密审判 所以你不给他压力 他就会所有都用秘密审判 就是秘密他就处理完了 你外界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们外界给的压力 是希望他透明 公开 那如果做到 尽量让他能够做到公开透明 对当事人一定他的刑期什么 罪行上面一定有比较好的保护 这是从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是这样子 是 是吧 你觉得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 就是很多台湾人在中国被拘留 被审判 家属不敢公开的去推动 动员国际的压力来施压 那林木先生的例子也是很明显 他不敢或者他的家属 甚至日本媒体都某种程度上不敢给他压力 给中国政府压力 所以就造成了中国政府想怎么判他就怎么判他 对就是这样 当然说这媒体我们等于说 刚刚知道他出事的时候 我们会做的很大的新闻 施加一定压力 但是一旦事情长期的话 如果他家属愿意发声的话 我们媒体可能不停地把家属的声音 述出来 而且有各种各样的运动 就像李明哲在里边的时候 大家写信 比如说人权团体 给他写一封信 这每一个都可以当作新闻 去美国国会听证 觉得非常有用 每一个动作的话 都会对中国政府构成压力 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我们决定这个家属完全接近低调 那么媒体就没有任何声音了 因为媒体不能没事 总是就写一篇 必须你有动作的话 媒体才能报道 但如果说完全低调的话 这个人就被社会遗忘了 被社会遗忘的话 中国就觉得 我就想怎么判就怎么判 我觉得所以说 我一直认为 对于中国这种邪恶的政权的话 只有从外部给他压力的话 他才能够稍微好一点点 他就像李明日说的 中国政府有时候 还有顾及到面子问题 李老师 李静瑜他不断抗争 你曾经有来我们节目谈过 你觉得他的抗争 对你在狱中的处境的改善 是有帮助的 特别是你提到有些食物的问题 你在跟李静瑜见面的时候 提到了狱中的食物 然后他出去开记者会 抗争了以后你的食物 然后你监狱这个区域的食物 就有一些改善 所以你实际上的状况 可能比其他的政治犯的待遇 要好一些 林牧的家属和日本驻华使馆 都没有抗争 所以你的结论是 你认为国际救援 跟狱中的待遇改善 是有关联的 这当然有很大的关联 刚刚石板先生已经讲到 其实他书中也写到 他有一些待遇的改善 其实当然跟安倍首相提了 具体提了他的 跟习近平提了他的事情 让日本的领事馆可以探视他 当然有很大的关键 但是有一个是 当然是我的疑问 他书中其实没有写到 他在坐牢的时候 他的家人能不能去看他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就说中国一般在处理这种 间谍会政治犯 当然他的家人都不会被允许来探视 或者是尽量的被刁难 我他在当年也抗争很多次 所以他大概申请十次 大概获准两三次来探视我 整个国际上有发生 当然有帮助 包括最明显我在监狱里面 我们的吃的是没有变好 但是我们最起码 中国在处理我所在的那个监区 他有依照他的法令 一个礼拜给我们休息一天 其他监局是没有的 这是一肯定 就是你的抗争其实是逼得中国政府 必须要遵守 稍微遵守一下他的法律 中国最大的问题 他连自己的法律都不遵守 当你外界的压力的时候 他为了回应外界的压力 他最好的办法就是 他也是他唯一的办法就是 我是依照我的法律来做事 其实这样做就可以 给当事人在监狱的处境 很大的改善 当然林牧所在的 林牧也多亏 他是一个日本人 因为他所关的监狱 我应该知道 就是说我大概在北京 我也被移送到北京十几天 大概就在他们监狱旁边 他是一个专门关外国人的监狱 其实他这个里面也 也很少写的 在他监狱里面的状况 写的非常少 就是他这个监狱 大概是相对比较规范 比较 因为关外国人 我讲的中国人 是比较要面子的 所以大概稍微的 合于他的法令规范 而且这些外国人 大概都还有外国领事的探视 所以有些权益 包括他里面有提到说 改善他的伙食 改善他们的医疗的待遇 这个都是当国际的关注 一定对当事人 有很大的关系 不然中国为什么要特别 把外国人特别管一个监狱 他里面其实有提到说 中国是 他算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那他其实是最讲阶级的 连坐牢都有阶级 林木官的看守所 不是一般人的看守所 所以他都会在看守所 见到那么多官员 中国的有专门关官员的看守所 跟一般人的看守所 是不一样的 外国人又有外国人的看守所 不同的阶级 所以你说国际救援有没有用 如果国际救援没有用的话 中国没有必要把外国人 特别关在一个监狱 行程监狱不是随便 你想进就能进的 对 这个确实是 他这个书里面 确实没有提到 他家属有没有来探望他 他似乎只提到了 他一个非常年迈的爸爸 他有提到 但是他家人他都没有提到 他里面也没有提到 说他家人在面对他的事情的态度 这个东西可能是比较可惜的事情 对 因为他结婚比较晚 后来太太比较年轻 后来怎么样 我也不太清楚了 可能是不愿意提这些事吧 对 有些难言之隐 应该 那矢板先生 他这里面谈到的说 他有后面很大一部分在分析 中国的政局 以及中日关系的长远的发展 也谈到了日本在台湾问题上 可以扮演的角色 你刚才已经有一些批评了 你认为他虽然被关了 可是他们出来以后 实际上对于中国的政府权的本质 是没有认识 对中日关系 还是有很多的一厢情愿的看法 对 我觉得这是基本上一个很大的错误 但是我觉得 也可以理解 他一辈子都往这个方向走的 他现在在如果转型的话 我想他对 要否定自己过去的人生 基本上全部做的全是错的 他也不想否定自己 所以说要把自己过去的正当化 和这个连接在一起 所以说 但是我想也是 就是还没有大彻大悟 这个怎么说 这本书的话 当然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我想跟台湾读者看到 日本也有这样的人 对不对 包括他的遭遇 包括他的这个思想 我就总体的来看 结合的话 正 我认为中国就是一个 怎么说 你非常 他可以用铁钱欺负你 但是说你还觉得 他其实是还不错的 会有 这是一个 这是中国的厉害的地方 很多人有这个 对中国的 斯德哥尔摩政的情怀 某种意义上 他真的是很爱中国 对 不管任何代价 以前我们这个 也读过很多这种回忆录 就是共产党在对他自己的党员 比方说在延安 抢救运动 或者是对于在50年代 这个共产党打击自己的党内的分子 你被共产党批斗 但是你还要坚信 党是真正正确的 你自己被批斗 是党爱你的表现 这个 林沐先生似乎也有一点这种心态 你被中国打击 是中国爱你的表现 我想台湾人也有很多的统派 也是这种想法 中国不管怎么对他不好 但是我还要一定爱中国 爱祖国 这是自己认为自己的一个道德高度 其实这种道德高度 只是在自我满足而已 其实别人根本看着觉得 就是头脑有问题而已 但这样很多 中国共产党一边也有很多 共产党对于党员的教育就是这样 不管党是怎么打 怎么骂你 但是党是你的母亲 母亲再丑也是母亲 你也要爱他 这样一种食恼 李老师 林沐先生被中国拘禁了2279天 他在书里面讲 他出来的时候 比关进去的时候 瘦了30公斤 但是他没有被中国折磨到精神崩溃 起码这一点 我觉得他还是很了不起 瘦了30公斤以后 还没有精神崩溃 你个人也有类似的状况 你觉得你们的经验 他的经验 你的经验 对其他可能被中国关起来的人 或者他们的家属 有什么参考价值 我觉得最重要的参考价值就是说 如果就因为你外界的关注 比方说像我的例子就是说 当时美国的CECC国会 以及行政这个 美国有一个国会跟行政 一起就是说 要声援救援政治犯的一个机构 把我们列入救援名单以后 我就脱离的指定地点限制住居 那刚刚石板先生也提到 就说林牧如果没有安倍首相的抗议 他大概没有日本的领事馆 大概都看不到他 所以你就很清楚 就是说当你被中国囚禁的时候 其实透明 就要求中国政府透明 是帮助当事人不至于精神崩溃 非常重要的观念 特别台湾人 因为台湾人如果被抓的话 除非你是因为偷墙拐骗 那大概不会被指定地点限制住居 你只要任何因为政治或言论 或间谍的理由 你大概都会被指定地点限制住居 那这个时候是最需要外界深远的时候 外界深远你不一定能够把人救回来 但是你最少可以确定 出来的人是一个精神不要崩溃的状况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的政治犯 他被指定地点限制住居 长达半年或数年 我觉得那个 所以你看到中国很多政治犯出狱的时候 精神已经不太正常了 那我们能够努力的 就是说只能避免你的家属出现这种事情 就是你很难期待 就是说以台湾实际的状况来讲 我们必须要持平来讲 你很难透过声援 把人很具体地救出来 非常困难 除非讲 我这边直接讲了 除非你用交换的 像加拿大的两个被中国认为间谍的 就是摆明就是用孟晚舟换回来的 如果我们很难透过民间的力量 把人救回来的前提之下 你要怎么保护你的家人的精神状况是最重要的 就像李静宇当时的考虑 就是他没有办法决定李明哲什么时候回来 因为决定李明哲什么时候回来的是中国政府 那李静宇认为接受中国的屈辱 并没有办法得到更大的帮助 会得到更多的屈辱 但是李静宇知道说他可以决定 深远是决定李明哲用什么姿态回来 他如果今天李明哲是间谍的回来的话 可能会大概从此大概就社会死亡了 大概人家觉得李明哲你是做一个间谍 李目还好说日本政府有很多记者也都 起码日本社会不会认为他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间谍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台湾人要注意跟努力的对象 因为很简单 中国政府并不把台湾当作一个国家 台湾人在中国被政治理由抓捕 并不可能有像日本人这样的待遇 所以我们台湾更要努力这个事情 你就接受中国要挟 你并没有办法得到更好的待遇 李目提到说 包括日本的外交官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 非常的消极 也没有办法让李目更早的能够回日本 对 甚至就是说 他完全把他关到六年三个月 所以他在监视居住六个月的话 也没有真正的抵消他的时间 他等于是判他六年 但实际上他关了六年三个月 对 指定地点限制出去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两天底一天 两天底一天 就六个月之底三个月 我们来谈一下复查案 这个复查已经被中国拘禁了三百多天 那这三百多天中间 无论是家属或者律师 都没有办法见到他 那我们实际上也不知道 复查案现在的进展怎么样了 他除了一开始国台办公开说 他是以三栋颠覆 三栋分裂国家罪被拘捕 这样一个罪名 这个国台办有公开记者会上讲 但是到现在 其他这个案情怎么样 是不是要起诉他了 是不是要审判他了 我们实际上都不知道 没有消息 但现在台湾大选结束了 你们的判断 李明哲 石白案 我都想听你们两个意见 你们觉得中国下一步会如何处理复查案 李明哲 你觉得呢 我觉得复查案会被当 对中国当成一个典型来判断 因为他大概是台湾第一个出版业者 被中国逮捕 而且他的以罪行来讲 很清楚就是他出版的书籍 那我觉得我们不知道 中国会下一步会怎么做 但是我觉得 当他的家属有权利选择 低调的处理这个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对台湾出版业的打击 那台湾的出版业者跟台湾的政府 应该对这个事情有严明的态度 就是说台湾的所有的政党 都应该在跟中国交流的前提上 把这个事情拿出来提 因为事实上 中国完全不愿意把这个人的事情讲清楚 用这样的案例来打压台湾的出版业者 台湾的任何政党 其实台湾的所有的出版商 都应不应该表达沉默 不然我们台湾就不够资格 成为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是吧 先生你觉得呢 你的判断下一步复长案会怎么被处理 按照道理说 但中国是完全不讲道理的 就是说一般的监视居住是半年 对 半年之后 当然可以延长 但是说我们到过去有一些例子是 就是我一年没有消息 但是说呢 后来传出消息说呢 半年前已经判了 或者已经起诉了 他没告诉你 然后你一直以为还是在监视居住 但是后来就是说 已经起诉 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可能突然间哪一天突然判决了 这个也是我认为有可能的 因为 对 程磊就是这种状况吧 他关了三年以后 对 他刑马来是在告诉他 他被放出来前一天 告诉他 你被判了三年 明天你已经到了 对 这简直是 有这么一种可能 另外一个 我觉得 中国还是很在乎台湾的大选 因为复查的判决 不管怎么说 都会可能影响台湾的民众 对中国的印象 那么我认为 它是按照过去 现在传出来的是 它是煽动分裂国家罪 还有一个煽颠罪 这个煽动颠覆国家罪 对吗 是 好像 这个 按照过去 我的理解是四年到六年的刑期了 但是最近有一点 当然担心的是 那个许致勇判的很重 所以说 好像是习近平政权 最近对一些最 这个 判的比较重的 感觉是有了 所以说到底 就是我不知道 他是因为什么方面起诉的 但是说 到底怎么样 还没有起诉 还没有起诉 对对对 什么起诉的 如果起诉的话就可以 倒着算出他的刑期 但是说 我不知道就是说 现在中国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就是说 你跟秦刚 以上 你上福都不知道了 所以复查是更难 更难说 对 已经十个月了 还没有被起诉 那李老师 你曾经有说过 你认为台湾的统派 更应该关心中国的人权 实际上这几年 在中国被拘禁的 像什么蔡金树 施政平 这些人都是台湾的统派 说台湾的统派 在中国被抓得比 独派多得多 因为独派不敢去中国 根本也不去 所以也抓不到 抓到的都是统派 对 因为很清楚 刚刚石板 这个林牧的例子也很清楚 就是说 被中国以间谍罪抓捕的日本人 几乎都是 所谓的亲中派 对 所以我认为 台湾的 你支持统一的人 应该要更重视中国的人权 因为这是一个 你未来可能要 跟他统一的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对人权的 这就不是中国 跟我们台湾无关的 如果你是统派的话 他就是你的 未来可能跟你同一个国家 你当然要关心他的人权 所以我曾经讲过 如果台湾的统派 你不关心中国的人权 不批评中国的人权 你其实不是统派 你就变成被统派 所以我常常讲 台湾几乎已经不存在统派了 统派是 你希望跟他统一 你刚刚希望他 好嘛 你希望他人权更好 你才愿意跟这样的国家生活 如果台湾所谓支持 九二共识 支持两岸正常交流 你不关心中国人权的话 你认为中国破坏像红袖柱 认为新疆完全不存在 这个种族灭绝这些事情 我觉得你就不是统派 你是被统派 你只是被迫 要跟中国 你可能只是要跟 被中国统一而已 你不是希望一个 大家统一在一个 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家 你是被中国这样的独裁政权 接受他的统治 是被统派 确实是 中国最近这几年 抓的这个台湾人 抓的全世界各国人 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台湾人民 全世界各国人民 对这个事情 也需要不断地 这个重视起来 提高认识 并且给中国政府的压力 让我们被抓的人 尽快可以放出来 尽快可以放回来 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李明哲老师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石板先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